好我们要说这个前美国中央情报局站长绍尔 他在这里评论台海的局势的时候 他提到说大陆现在在为亲台做战将准备 但更不愿意在发生军事冲突的情况之下 从内部掏空台湾干预台湾选举 要选出一个寻求与共产中国统一的总统 那2024大选之后会评估是不是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 台湾虽然有继续在强化防卫能力 但是脚步太慢了 一旦解放军发动侵略 除非台湾真正而且尽快的推动防卫转型 否则恐怕一点机会都没有 可是现在我们来看 之前台湾方面一直是从美国来采购军事的物资 问题是美国给的很慢 甚至台湾有媒体都已经整理出来 在7月份台美蒙特立会议期间 台湾有对美方表达意见 就是你们给太慢 还说被迫修订发架书 被迫修订发架书 所以一切一切 我们一方面要催美国快一点 一方面还要配合美国吗 所有的一切到目前为止 没有我们自己的主张吗 浅秋 来自美国很多学界的朋友的消息 都是认为美方所释放出来的讯息 不断的告诉世界 也一直告诉台湾的政治人物说 评估下来美国所有情报显示 台湾接下来随时有可能被面临封倒 封锁的这第一波的这种各种攻击 那一方面又要告诉大家台湾很危险 所以要你全部的武力备战 把武器买多买足 可是同时好像叫你自己要撑头点 然后例如蔡政府在美国的压力之下 把兵仪延长了 延长了之后呢 她又要求你武器要一直买 一直采购 要采购完了呢 晚来啊 不来啊 或者是品项 并不是台湾所需要的嘛 我刚刚看到前面这种 还要让警察背背们任务院 你看疫情之间 他们要做很多事情 接下来还要做成 义和团相关的工作 其实这都是非常传统型的战争 大家随便听委员一讲 其实连我这种 没有军事尝试的人都知道 这个都是徒劳无功浪费人力 只是演演戏给台湾人民看 因为民党政府现在的宣传 非常的矛盾 配合着美国政府 因为为什么要买那么多武器 为什么要延长币 因为台湾危险 台湾需要把自己刺猬起来 但另外一方面说 台湾其实很安全 我们像赖清德讲的 我们只要跟美国站在一起就好了 我只要走进白宫 我的梦想就完成 台湾不用因为担心我 选出赖清德选的时候 我就会战争 不会不会很安全 可是这个不是非常自相矛盾的 各种论述 这也就是在这个左右次处的情况之下 让台湾的这个情况 这个风险越来越高 这也是民党 其实现在也 2024选战自己讲完 自己都觉得可能会很矛盾 都不知道前面跟后面 是矛盾的情况之下 现在要过进美国了 再说的情报都说 如果赖清德 美国方面的情报 如果赖清德当选的话 可能会 第一波所导的 小规模军事行动 就会召开 就会展开 然后测试美国 日本的反应 那台湾怎么办 是啊 就两岁的孩子的里长 他孙子 才两岁 那台湾到底 要变成乌克兰吗 这真的是 台湾现在有面临的困境 就在民党手里 拿捏着 但是如果在野党的 这个相关的领导人 如何证明自己 并不会造成战争 而是可以变成两岸之间 更好的沟通的桥梁 不要怕被抹红 从美国开始 所谓的认知作善 一连串的一条边 跟民党联手在一起 就是要把你抹红 怕你被贴红标签 可是如果说 我们在野党的领袖 也可以 真的把和平 变成实质 可以跟两岸沟通的 展现的优势 这才是真正的影响力 才是真正在台湾 走向和平 不然配合着美国情报局 CIA等等的情报 我们早已经打十次 一百次 反正武器也买越多 也不干美国人的事 是 所以现在问题来了 就是说 我们就算是买到手了 但是很多是不是 在军中都有一些武器弹药 也是流向不明 这样的情况发生 许婷我们看 像今年 其实有陆续听到一些 什么军品流入民间的 有枪击的 另外还有甚至连我们的 抗弹板说 还要拿来实测 但问题是不堪用 像类似这样的情况 层出不穷 因此国防部几度声明说 没有什么账料不服 可是审计部怎么好像 他们发布的这个报告里面 却又说国防部账戒管理 制度是不严谨 有欠严谨 所以审计部显然 他们有他们的一个调查 所以才会做出一个 这样子的结论 那国防部该怎么解释呢 审计部有针对 因为他是监察院直属的单位 所以他对于行政机关 他是有绝对的调查权 甚至是比民意代表 我们是占立法权这一边 其实真正资料的 包含内部公文的调阅权 其实在监察院手上 所以往往每一年 审计报告都可以指出 真正政府核心的一些 市政的一些缺失 既然审计部都这样写了 那表示确有歧视 国防部一定会 以表示军事机密 或怎么样 来试图要云烂风景的 掩盖这件事情 但是并不表示这些事情不存在 所以这就在在证明了 就是我们真的做好准备了 这件事情 就是你军用品的管理也好 这些东西 这表示你整个国防部的管理体系 其实是并没有 能力是不够的 那当然为什么我们讲说 要以精兵政策为先 就是你要全面提升 他的管理的素质 包含国军的素质 管理素质全面要提升 第二个你要提升军人的尊严 就是你要让他进入一个 正确的循环 这才是真正的强化战备 可是现在民进党的整个做法是 我延长议期 大学来当兵或什么 那个对于提升整个国军的素质 跟把比较好的战力 专业的人才拉进国军 并没有实时的帮助 他只是数量变得很多 但他战力是不是有这样提升 他的管理能不能因为 这样子的政策有所改进 我个人是非常悲观 所以我觉得都在空转 你的这个政策的路线跟主张 没有办法解决国军 现在最迫切面对的问题 所以这才是民进党 国防政策最大的漏洞 那我一定要补充一下 刚刚那个军购的这一部分 我跟你讲 名义上要军购 其实就是宣传 各位我真的没有在开玩笑 这个美国众议院提案 加强这个军援宣传一次 这个案子进到众议院的小组审议 宣传一次 小组通过宣传一次 大院通过众议院通过宣传一次 提出了军援的具体内容宣传一次 拨款再宣传一次 实际上来了没没有来 可是你看这整件事情整体的反差是什么 就是好像军援源源不断 对 它没关系空前紧密 可是全部都是空泛的东西 你在重复的 因为一件事在做宣传 然后实际上它的帮助并没有到来 那不是很危险吗 第二大量的宣传 某一些层面是拉高地缘战略的风险 因为你很明显的跟大家讲 就是很多啦 我武器很多啦 这是一方面是拉高风险 二方面就是麻痹大家 这可能也会带给大家一些错觉 带给大家错觉 那为什么要大量的做这件事 民进党的政治需要 因为用这种方式 就是可以情绪勒索大家 因为大家都会支持国防 我们在座我们也都支持国防 我们很难对国防说不 会提出很严厉的批评 因为不能灭自己威风 对不对 就形成天然情绪勒索的议题 所以同一个题目宣传八次 实际上一点都没有 我们需要的是真相 我们不需要太多宣传 我们需要的是真相 所以赖清德这些还好意思讲说 什么这个不是和平跟战争的选择 当然就是嘛 因为你整个国防政策的 外交政策的路线 就是把风险拉高 然后你完全没有准备 这才是危险的地方 而且赖清德其实还提到说 我们现在国防预算 已经提高到2.5%了 我们已经达到北约的要求了 他们的标准了 都是要突破到2% 我们甚至还更多了一些些 好像把这个当作是一个 民进党的功劳 那蔡委员 刚刚其实你有略微提到一些 我们想请教一下 你怎么解读赖清德这番话 因为他不仅仅是讲这个 现在他的一些主张意见 其实他也批评了在野党 比方说他说 在野党放弃台湾主权 追求和平如同原木求鱼 最后就是用战争恐吓人民 这场选举其说是在美中 两大强权间做选择 不如说是在民主与专制 朋友与敌人之间做选择 好那刚才事实上 蔡委员稍早也特别谈到 你说主权 那美国有没有跟我们建交 没有嘛 这其实是另外一个 简式的一个标准 但是话说回来 他有提到说 在野党有提2024选举 是和平跟战争的选择 他讲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因为在野党有接受九二共识 回到一个中国原则 走回一中老路 放弃台湾主权 所以他认为说 这种呢 没有主权的和平 并不是真正的和平 在野党主张追求和平 最后反而会引来战争 因为现在国际社会 都是在增加国防力量啊 兼并肩在发挥 威辙的力量啊 不要因为区域霸权 对台湾压力加大 就怕就走回一中老路嘛 意思是说 他才能够真正的带来和平 但是呢 现在你以为 在野党才能够带来和平的错 因为那只是一个表象 真正还是会引来战争 他把他倒过来说了 委员 他爱怎么说随他 他所谓走回什么老路 他就想走台独的路嘛 不用掩饰 不用掩护 他讲来讲去就是 我就想台独嘛 因为我是台独今孙啊 我要做台独祖宗了啊 我要建立台湾共和国 民进党里面不写的吗 只是他表白的更清楚而已啊 那他搞台独 我要和平台独啊 是你大陆不对 怎么可以打我呢 那他无法解释 那为什么第二次战后的 台湾岛的主权会划给中国 这个没办法解释啊 就是因为这样子 美军不敢到台湾来设大使 美国不敢到台湾设大使馆 美国不敢到台湾来驻军 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啊 不然为什么美国到韩国去驻军 到菲律宾驻军 到日本驻军 就是不到台湾来驻军 是 为什么 因为台湾不是主权 也不是国家嘛 现在麻烦就在这里嘛 你当然想建国 我也同意啦 你伟大理想了不起 现在不是民主与专制的选择 现在是民进党 跟非民进党的选择 现在是要准备一个好战的民进党 准备打仗你支持他 还是一个想要避战的 这个在野的势力要选择 是在跟你选啦 对不对 那你要怎么讲是随你辩嘛 只是赖金德可能要想一件事情 他孙子可能也才两岁 他孙子两岁 只是美国经商有美国护照 这个里长的孙子 显然是没有美国护照 这有点区别 刚才我们讨论说 那AIT在台湾会不会战争被回 我跟你讲 全台湾最安全是AIT 两个原因很安全 第一个国际法上 所有的战争不可以打 这个使领馆 原因在哪里 这国际法保障 第二个原因 AIT的建筑 我跟你讲 比你家旁边的国防部 还有安全 因为全台湾没有人知道 AIT里面有多深 挖多深 钢壁墙壁有多厚 没有人知道 因爲什麽 因爲他的建筑执照 不需要经过台湾任何个单位审查 都是美国 全部直接美国 他的营造厂不需要有执照 是美国营造厂直接来盖 所以他就像一个铜墙铁壁 兼顾的碉堡 我也很不晓得 而且他现在要多花很多工钱进去 好吧 我们就尊重他 可是 现在很现实的问题就是说 那你美国如果觉得要帮我忙 你就派个 不要了 日本有五万个美军 那韩国有三万 三万个美军 我们两万就好 我们打个折 我们不敢来 美军不敢来 对不对 对手不同 对 那你讲了什么 民族专制一中老陆 九二公司 九二公司不是两岸好的吗 那个时候全世界有人觉得 台湾变成乌克兰吗 没有 而且你不要忘记 你讲这个话 泽南斯基都讲过 在战争前 泽南斯基每一句话都讲过 我们选择什么 要去嘴 一模一样 很会讲 对啊 结果呢 赖金属要不要改成赖斯基 也可以啊 你讲话就是泽南斯基 讲话就打仗了没有啊 我好像是民主英雄一样 可是现在是 是沿门脱波 到处要武器要钱 要到人家烦了 人家开始不理你了 找什么丹麦 找那什么沙特出来 开和平会议啊 简单讲 就是要你乌克兰投降 那你为什么走到这地步呢 因为你打不赢嘛 你打不下去嘛 如果今天说 我很厉害 我们台湾可以跟中国大陆打 那就打啊 问题你打不赢啊 那你是不会啊 我们一定赢 什么 到高雄就开一个 大港铃铃 大港铃铃就赢了吗 好笑 好 麻省太郎 有没有觉得这个名字 有点熟悉呢 因为最近确实是在我们的新闻当中 那来赖清德 你觉得他是来帮他助选的吗 民进党的委员赶快就出来讲啦 很多人就在讲说 我们可是之前就是跟他关系很好 不像有一些候选人是在临时抱佛讲 浅秋 所以麻省太郎现在这次来 那是不是民进党赶快就要来做一个大内宣了 赶快来操作 你看多好多好 台日友好 这可都是民进党的功劳啊 选赖清德就对啦 是这样吗 浅秋 因为麻省虽然他是卸任的前首相 不过他因为是党内的副总裁 基本上还是掌握了所有财政方面的 内阁的提名权跟影响力 他当然在日本的政坛绝对还是有他的影响力的 所以这个到台湾来 被说是这十二年来最高层级 无事啊 十二年来 断交以后 最高层级的日本官员 是 签官员到台湾来 可是呢 当然民党拿来大内宣啊 讲得很开心啊 就是接下来台日关系有多么的友好啊 那然后呢 可是大家看到其实就是侯友宜到日本去 为什么被说访问成功 连日本媒体的访问篇幅 还有用字都相当的正面 理由在哪里 日本人可不要跟你瞎起哄 我真的跟着给你打吗 他们也不是傻的 所以基本上他概念是这样 他也希望台湾安全 日本安全 谁想要台湾打起来 日本跟着打起来 台湾怎么要有事呢 所以基本上日本官方或民间 一定也都希望台湾没事 那么台湾的民党政府就怎么样呢 他就是想办法 想要让台湾看起来好像 好 日本跟我们会一起打 一起打在一起 我们真的两岸有问题的时候 美国会出兵 日本会出兵 这个其实真的就是 原木求鱼笑话 所以基本上日本这位友人 大家知道友好的往来 是必然应该要有的 不过看起来这行程里面 也没有要安排 再见 今天侯友宜或在野党的 其他的领袖 包括朱立伦等等 他会见郭泰明 但是没有我们国民党的 因为郭泰明去日本也见过他 他这一次指名去拜往郭泰明 对 但这一次侯友宜去日本 有见到他 但他来台湾的时候却没有要见 就跟投资或者是经贸议题有关 因为他自己是财经的专业 但是他也说要见台北市长 蒋万安安有意思 日本媒体的报导是说 因为他有蒋家的血缘 但日本人很关心这种隔代的这些血缘 被民进党牵着鼻子走 日本人怎么可能想要跟着一起不安全 大家一起安全多好 蔡委员 其实你看 这次当然了 你看民党一定是大作文章 驻日代表谢长廷亲自到雨田机场去送鸡 小李子扎 但事实上 这个大陆驻日大使吴江浩 其实他在这种研讨会当中 他也不会特别去针对一个麻生来台的事情 去讲什么 倒只是强调中日两国遇到困难阻力 要坚守初心 排除干扰 确保能在政权轨道上 正确的轨道运行 要确保得之不义的和平 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官员驻日大使的这番谈话 当然也说有些是别有用心 但是他并不会特别去针对麻生太郎访台 这件事情来特别去 吴江浩讲的话意在言外 就是现在中日没有在正确的轨道上运行 是啊 这个我们不必回避 现在中日关系有几个问题存在 第一个问题 就是美国拉着日本 拉着印度 要搞所谓印太架构 印度干什么 印度没什么用 只挂个招牌 真的有用的是日本 第二个 美国要求日本再武装 当然跟美国之间会有一些比较麻烦 美国要说你要买我的 日国我要自己做 当然他们的事不管 但是日本再武装 势在必行 三 美国要求日本参与对中国大陆的制裁 有没有 有开始了 所以整体也讲 中日的关系并没有在正确的 就是没有往友好的方向走 是在恶化当中 那恶化当中 日本可能是十步而语 碰巧现在中国大陆是日本GDP的三倍以上 日本才五兆美元 中国大陆已经十八兆美元了 三五十五加三十八 所以对于中国大陆来讲的话 跟日本叫板的筹码就多了 以前日本可以讲说 琉球是我的不是中国的 现在中国反过来说 琉球都不是你的 钓鱼台怎么会是你的 是 就是跳过去开始 那日本讲不出话呢 日本没有办法讲说 琉球是我的或不是我的 他一定说是我的 是我的 可是法律文件拿出来没有 所以现在两国就陷入 开始陷入一个 因为美国所发起的 一个反中的一个架构 那日本比较麻烦 他又不敢太唐吐 为什么 美国是一个不可靠的后台 美国有时候 要跟中国大很强硬的时候 你要跑前面 然后美国呢 突然间要跟中国大妥协的时候 你又跑不回来 是啊 台湾民进党政府不是这样搞吗 是 就是搞出这个花样来 那这个麻生 很好当然是现在日本政坛上 实质的一哥 岸田文雄的派系 在自民党里面是小派系 麻生是大派系 那麻生自己没办法当首相 所以才找岸田文雄来当首相 那实权还是在麻生手上 那岸田文雄为什么没办法当首相 当然一年就滚下了 为什么 当然一年出现很多很荒唐的东西 他的人设被破坏了 所以找一个人设没有被破坏的 吉娃娃 吉祥物 来当这个日本首相 岸田文雄就是吉娃娃 就是吉祥物 那在日本的政治问题 那谢长廷很懂的 这个人虽然说在官衔上不是副首相 因为副首相就不能来台湾访问 然后也不是什么大臣 自民党副总裁 他其实就是自民党总裁 所以用党的名义就没有这汉格 那这么个大咖的角色 谢长廷哪能不巴结呢 不要说到宇田机场送行 麻生要到宇田机场的厕所 他也在厕所门口等 他已经服侍到这种地步了 我们这边佩服谢长廷 好来那另外呢 好久不见的人 这个时候到了要选举的关头 也会跳出来了 是谁呢 之前就是被骂翻的陈时中 我们来看看 现在呢 是为了要赶快护驾了吗 讲了一堆 陈时中大家也知道 现在呢 目前整个舆论 一直在猛批民进党呢 这个钱瞻预算 这个钱怎么花 结果呢 陈时中还说 蔡政府不论在还债 还是存钱都做得很好 疫情三年来 国内经济成长是世界奇迹 痛批在野阵营 猛打前瞻预算 哗众取宠 自以为能取得政权 结果呢 我们看到有脸书粉砖 就说 哇天哪 蔡政府有做得好吗 来看看 八年二十万户设宅跳票 连报十三件性骚案 七年断交九个国家 打炸花了十三亿 但台湾成了诈骗之道 还有蔡英文带头挺论文抄袭 抹黑台大 蔡政府做得真是非常好 好到陈时中 你走去拜票的时候 你都会被骂呀 哇 这个时候陈时中 马上出来了 是在干嘛呢 护驾吧 许婷 民进党 大家不要以为民进党 基本盘很稳定 我觉得民进党 党内一定有整合的问题 在这时候 党内 当然啊 因为陈时中当然是英系 也蛮重要的一个角色 所以说我觉得 推他在这个时候出场 应该是希望这个绿营的民众 能够更安心一点 就是说啊 以前会不会这个 英系要造反啊 或怎么样 他还是在 他还是活在他的同温层里面 要巩固他的基本盘 但没关系 我们欢迎这样子的作为 因为想到陈时中 我们就会想到 滑重举宠 为什么滑重举宠呢 因为他就是 大家的第一印象 就是从厕所头上头冒出来 请问这不是滑重举宠 什么才是滑重举宠 是啊 然后后来我们就会不小心想到 高举红酒杯 或者是偷摸人家 对不对 先诸首 对不对 然后你就会接着联想到 民进党诸多的信唆 以及吃案的事情 难怪网友就说 这是勤鬼拿药单 他真的是一个拜票天王 还有天耳朵 还有天耳朵 我不太想想到这事 但是就是 拜票天王 不是拜托的拜 是失败的拜 好不好 就加油继续 好不好 谢谢 好来 那这个浅秋 柯文哲怎么看呢 民众长是党庆 让我们会想到 之前的这个大进场 什么五分钟 才能够走上舞台 现场嗨翻喊动算 还有说追加椅子 椅子不够了 人气超旺 然后致辞的时候 他可是猛批蔡政府 四度连批 询问支持者 说这样的台湾 是你想要的吗 那他一方面也谈到打炸 也谈到了预算等等 所以似乎就是 希望能够让人民 更加的有感 把票转过来支持他 不过也有媒体分析说 现在对于在野的整合 柯文哲有最终的态度 那就是所谓的三不一没有 什么叫三不一没有呢 不排斥合作 不主动接触 不政治分赃 没有柯担任副首的选项 简秋 柯文哲其实从他 在前期出来参选民调 数字不是那么好看的时候 告诉大家只是说 他求一个民众党 不要泡沫化 他要继续活下去 要存活 为什么非要选不可的一个原因 除了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感 想要有个成就感之外 最重要的是 要确保立委席次 这个党才不会消失 那所以但是后来想不到 这个在民调数字上 慢慢慢慢攀升 但我觉得他是聪明人 而且是会有变通 事实物九维俊杰的 这样一个证据人物 随时在调整 随时都抱持一个 开放的态度 他不是讲了吗 随到取成 那现在呢 随到取成的半天 你们一直没有动作 所以迟迟告诉大家 我觉得这个三不易没有的 其中一点 是在告诉大家 你们我不主动接触喔 我不要等我去找你喔 你们国民啊 谁啊 谁啊 这是你内行人 但我不排斥合作 对耶 他说我可以合作哟 赶快 你们要主动接触啊 怎么是我要等着我去 你们要等我吗 告诉你我不要等我了 我在等你 我看起来是这一个关键 他在唱我在等你吗 对 但是最后说 柯没有担任副手的选项 这件事情 就是我倒是保留 他那么有弹性的人 随时可能有变化嘛 可以谈嘛 也许组阁吗 或者是阁魁吗 或其他的选项吗 那不是担任副手的选项 也许是其他选项啊 我总觉得他是一个 充满弹性的人 所以等着你们主动来谈 接触之后 我们再谈谈一看 他一直是这么开放的态度 对 这个叫知科派 知科 知科 也懂科 但显然委员也是知科懂科 没有 我不懂 我搞不清楚他 好 那但是委员你认同吗 现在目前在看 当然你看 这个民进党就猛批了 一直在讲说什么 他丑女啦 然后还说他什么 找这个舞团半空姐 是物化女性啦 总而言之就一直在这个上面 来猛戳柯文哲 可是事实上 怎么看现在的侯友宜 其实我们也很关心啦 因为侯友宜说实在 他这次你看 他释出一个观光影片 强调就是纵然诺 哇 你是在喊话 还是在呛郭台铭了呢 侯敬办这边说 没有针对任何人 但是也说 其实信徒应该能理解 所以这个侯现在是不是战力 越来越强大 战力越来越强大 如果是打郭台铭跟柯文哲的话 这个战力就是有过存 那我们先谈说 民进党为什么打柯文哲 因为柯文哲现在声势比侯友宜高 当然打柯文哲 等到侯友宜声势比柯文哲高 他又打侯友宜 这很正常 如果两个声势一样的话 两个都能打 所以这个是民进党的战法 先说那个所谓的燕女 找了一个人扮演空中小姐来跳舞 那民进党把她骂翻了 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是谁 来拍一下 这是谁 也是扮演空中小姐 这是谁啊 我拍一下这是谁 这是王美花 经济部导美花 好可怕 化众举宠又来了 她也扮演空中小姐 她也在帮她跳舞 那时候她当经济部 智慧财产局的局长 带领他们的这个几个 黑历史 跳舞的 所以你民进党有什么脸 去骂民众党 我想不清楚 那要不要讲这个部长 也是物化女性 自己在物化女性吗 不是不能这样说吗 她的尊敬妇女都这么勇敢 那小妹妹有什么关系呢 我也搞不懂 对不对 而且那时候台上其实有 可爱的小朋友 你知道 他们为什么就不拿来说 对啊 第二个我要劝劝这个 国民党的一些捧活蓝 捧着活有一个蓝色的人 就像沈护晓这样 你要去批评 还好捧活蓝比画活蓝好一点 那个要去打郭台铭的诚信问题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策略 但小心反弹 你诚信吗 国民党诚信吗 你有没有说要给我们国民党最强的母鸡 要给我们大家最强的母鸡 你说 苏林自己讲的 我一定提名最强的母鸡 就抬开来 现在是病样用的母鸡 而且还不行母鸡 还找了一个杀手拿刀要杀小鸡 你这最强的母鸡 你有诚信吗 你也没诚信 你有什么好点 而且人家还是虚幻的诚信 你还是实质的诚信 你现在争取郭粉 要争取柯粉 来支持国民党的候选人 你去骂柯跟骂郭 你温戏 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比如觉得 我现在假设我现在在内府选立委 内府里面挺猴的很少 挺郭的不少 挺柯的不少 国民党以外的 挺我的也不少 现在问题来了 我去骂柯 我去骂郭 不是刚好让高嘉瑜当选吗 是 没错 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 我想徐庭在领的选序会面的问题 为什么 侯友以前拿不到百分之五十的选票 可是我在我选机 我必须百分之五十要被当选 是 差一票也会落选 那难道母鸡不保护小鸡 帮不了小鸡也就算了 还要怎么样 还打压小鸡啊 煎丝乳肉饭了啦 是 没有吃老三便当 便当饭 你要把这个事情弄好嘛 你没事干了 手上抓了一只小刀 到处还恐吓人 谁会甩你小刀嘛 搞丑啊 对不对 今天要跟大家正宗的推荐 我们的冻吃 冻吃 这个呢 是非常夯的一款冰品 现在吃正合适 大家来看我这个黄色包装的冻吃呢 是羊枝甘露的口味 吃起来酸酸甜甜的 有芒果的口味啊 那这个紫色包装的呢 是芋头的口味 所以它吃起来 甜度相对会比较高一些些 但是呢 也是扎扎实实的一种冰品啊 今天我们来看看 怎么吃呢 其实方法非常的简单啊 你看 只要先把它放到冷冻 然后呢 再来拿出来之后呢 沿着这个产品的包装上面啊 就这样很简单 把它撕开 然后从下面这样子往上推 往上推 然后就可以直接吃起来了 非常的方便 那当然啦 现在啊 大家也可以透过我们的这个 扫码的方式来订购 请大家来看看啊 画面这边有一个QR Code 上我们的中天快点购 来订购就可以了 也请打我的CTI798 CTI798 我的推荐码 一起推荐大家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啊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我的推荐码 CTI 798 CTI 798有额外的折扣哦 谢谢大家 - 逢的伤症- 还有 - 逢的伤症- 心里属ber - 逢的伤症- 肌和 - 逢的伤症- 悟醒- 逢的伤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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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亡的伤症- 童匙则 Bay